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天氣形態一整天濕搭搭的 如果你是在東半部會覺得還好啊 沒有啊 東半部天氣還不錯啊 可是 欸不是喔 因為呢 東半部天氣好 就是因為是在被封測 現在是吹粉風 所以有些是6度以上的高溫 可是除了東半部地區之外 被台灣一整天濕搭搭的 南台灣颱風通過之後 也正要開始 我們就來看到了中台煙花 目前速度是時速15公里 好 它已經解除海上颱風警報了 可是解除海上颱風警報之後呢 要影響的就是中南部了 因為呢 颱風逐漸的往北走 影響浙江 影響上海 之後呢 引進的西南風 西南風吹上來 影響到的當然就是我們高屏地區了 所以請高屏地區做好準備了 接力下雨了 另外我們來看到是尼泊特颱風 雖然不會影響台灣 可是呢 按照這個路徑 是會影響到東京奧運的天氣的 所以呢 這幾天 我們還會持續幫大家來做觀察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衛星雲圖 我們剛剛有說嘛 颱風逐漸地在北北西 往這樣的方向來前進 好 雖然呢 已經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但解除之後呢 南部的雨才正要開始下 從明天開始一連至少會下個五天左右哦 所以請我們的南部地區的朋友特別留意 西南風吹上來 可能會有治災性的降雨發生哦 接下來是豪雨特報的範圍了 好 先來看到的是剛參選項局 發布大豪雨特報 範圍是在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苗栗縣 這幾個地區的朋友 格外留意 雨現在很大 甚至是剛才在苗栗的泰安 已經宣布今天要停班了 所以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桃園復興 新竹尖時 新竹五風 苗栗泰安 今天因為受到豪大雨的影響 必須要停班停課 另外來看到豪雨跟大雨的範圍 都是在中部以北地區 請您要多加留意 緊接著下一張圖表 我們帶您更進一步看到 是影響的時程了 今天的上半天 北台灣都要嚴防強降雨 而下半天開始 北台灣雨勢 逐漸的趨緩 可是要留意中南部的雨勢 要接力出現了 特別是從明天開始 中南部降雨非常明顯 未來幾天都要留意一下 高坪地區的天氣形態 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區的朋友 這幾天要做好準備了 最後的與你聊天氣 給您兩點提醒了 山區嚴防落實 以及溪水暴漲 另外是中南部要留意的是西南風 西南風吹上來 會有治災性的強降雨 請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多加留意 以上是這一節氣象資訊 巴向回公道 今日は立場 Hammond的吹有力啦 我們刮到essen